2月31日晚,美国撤走了最后一批驻阿富汗士兵,彻底宣告了将近20年的阿富汗战争的结束。 在这20年里,美国花费了超过2万亿美元来进行所谓的民主建设。 事实证明,美国不仅在军事上失败了,在建设上也很失败。 美国扶持下的阿富汗政府在十几年的统治中甚至没能达到及格线。 在美国开始撤军后,阿富汗政府在不到15天的时间里就分崩离析了。 阿富汗政府的溃败将美军的撤离行动变成了生死存亡的大逃杀。 西共时刻再次上演,对此很多美国人将这次撤离是为二战以来美国最大的耻辱。 连带着拜登在国内的支持率也降到了最低点。 对于国人的愤怒,拜登给出解释,称美国撤离阿富汗的最大原因是中国和俄罗斯。 中俄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美国在阿富汗再现十年。 拜登这样的说法不仅是对中俄和平立场的污蔑,还是对自己执政无能的推脱。 事实上,中国和俄罗斯在二十年的阿富汗战争中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两国在美国宣布撤军后一直发表声明并帮助阿富汗,希望尽快和平稳定。 本期视频就讲一讲在二十年的阿富汗战争中,中俄都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喜欢视频的观众老爷们,请点赞推荐,关注,支持一下。 长达二十年的阿富汗战争首先给中国带来的就是恐怖主义的问题。 虽然美国以及北约国家是打着反恐的名义,进入了阿富汗。 但除了在早期对这些组织有所打击外,其他时间里更多的是为其提供了一个生存的环境。 这对中国西北安全造成了很大威胁。 在美军进入阿富汗后,恐怖组织急剧增加,活动范围也开始扩大,很快就波及到了中国新疆。 从2001年开始,中国新疆遭受到了很多次的恐怖袭击,对地区和平与稳定造成了不利影响。 然而就在中国制定反恐战略并付出行动时,却又遭到了驻阿美军的影响,导致中国反恐战略的实施困难重重。 不仅如此,阿富汗战争还弱化了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的目的就是中国和其他成员国家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 然而这些作用在阿富汗战争开始后,美国不断挑动几个成员国之间的关系,甚至干扰成员国的行动。 这导致上海组织的所能发挥的作用大手削弱。 边疆地区恐怖主义的盛行又导致了边疆问题的产生。 西北之地为中国历代王朝所重视,有时既是中约王朝更替,诸国混战, 但仍然派人前往西北进行经营。 这不仅因为西北可以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也因为它是亚洲诸多文明的一个交汇口。 古老的历史告诉我们,在航海时代尚未到来之时, 丝绸之路成为华夏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的唯一通道。 然而,在阿富汗战争打响后,中亚成为了多国势力相互争抢的战场。 美国想要利用这个地方来遏制中国、俄罗斯和伊朗。 北约想要参一脚,甚至就连印度和土耳其都想要在阿富汗获得利益。 阿富汗战争还让中国整体安全受到威胁, 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代人的努力, 中国陆上的边境安全隐患基本消除, 仅在海上受到美国的威胁。 在阿富汗战争爆发后,美军进入中亚, 顿时令中国整体上受到了来自于美国的军事威胁。 俄罗斯国防部人员曾经如此说道, 美国在阿富汗、高加索和中亚的军事存在不仅对俄罗斯, 而且对中国、伊朗、印度都是有危险的。 就连当时的英国媒体也毫无顾忌地发表评论说, 鉴于美国在韩国、日本、菲律宾、印度洋 以及中亚国家的空军基地都有驻军, 事实上,中国整个领土现在变得急易受到美国飞机的攻击。 阿富汗战争不仅令中国国家安全时刻受到威胁,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造成了不利影响。 在阿富汗战争之前,中国因为改革开放, 所以积极推动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贸易。 中国自1993年就成为了石油进进口国, 快速发展的经济对能源需求十分巨大。 然而,当时中国长期的能源渠道或者说石油进口渠道仅有一条, 就是通过马六甲海峡与中东贸易。 这条路线并不安全, 那时中国的海军实力也不足以完全护卫石油运输, 所以中国一直在寻找一条新的能源路线。 中亚拥有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 其中天然气碳明储量达到7.9万亿立方米, 在当时已经位居世界第三, 仅次于俄罗斯和中东地区。 同时,中亚离海地区石油资源也非常丰富, 若能建立一条连接中亚的能源输送线, 中国经济将受益威浅。 然而,在阿富汗战争爆发后, 中亚国家受美国影响开始疏远中国, 导致这条能源线迟迟无法完成。 直到几年后,在中国的努力下, 才逐渐开始修建。 对中国产生影响的还有毒品。 在阿富汗战争之前, 阿富汗地区的因素种植就很普遍。 阿富汗战争后, 饱受美国打压的塔利班及其他组织, 为了摆脱经济困境, 扩大因素种植规模, 导致中亚地区毒品泛滥, 波及到了中国。 从2001年开始到如今, 毒贩从阿富汗以及中亚其他国家进入新疆, 对当地的社会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冲击。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稳定 意味着两国可以将更多关注点 放在需要关注的地方, 同时和平的中亚也能为两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俄两国一直在推动阿富汗向着和平的方向发展, 而不是如拜登所说, 希望美国在阿富汗再现十年。 在方面一旦成功 rol 优优独播剧场——童谣